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是 BMW M240 那這台的代號是F22 是6缸的3.016 然後波輪引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本來是電子懸吊系統 改了KT的電器 會把電子懸吊系統把它廢除掉 後面這個是後面的懸吊 後面的話呢 它的懸吊系統當然是多連桿 後面的上座在這裡 後面的上座部分呢 它有三顆螺絲 這三顆螺絲呢 是需要沿用原廠這個上座的規格 那上座的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呢 是在調整阻尼 就是所謂的軟硬 軟硬的話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一台呢 安裝的版本呢 是禁忌的版本 所以它的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所配置的是200長 14公斤 在這個地方 那還有加了一個小彈簧 這個彈簧的是 補足補正長度用的 所以這個最主要是這個主彈簧 它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14公斤 那它的底盤架構呢 其實跟一般的F22差不多 但是車主的話 其實還有升級了好多好多的東西 譬如說有升級的後面的 前後都是多摩塞的卡鉗 然後這個是加速的防勤感 所以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這個地方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在這裡 那如果呢 剛好有 因為我們版影片的話都會留存 那如果有相關的車系 譬如說 這台是F22 或者是F30的話 你不要動喔 這個是原廠的機構 那原廠的話呢 常常技師會問到的問題 是它的上座呢 注意喔 這個上座 Hilokey呢 是裝在上方的 是放在上方的 那上方呢 本來有一個這個機構 這個算是一個沖壓鍵 它是放在上方的 這是原廠的喔 原廠的話呢 只要拿一個小一字 把它撬開 這個座呢 掉下來之後 就可以放上我們 所附的Hilokey的 所以這個 這些零件呢 不論是上面的固定座 上橡皮 還有彈簧 還有本來有一個 原廠的後下橡皮 這些呢 都不需要沿用 這些的話呢 KT就都有附了 所以這個彈簧呢 是214公斤 那下方這裡 鏡頭看不太到 這裡呢 下方其實我們有附了一個 專用的橡皮 那這個橡皮 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如果覺得這個彈簧 還不夠高檔的話 想要換Hapaco也好 或者是SWIFT的彈簧也好 高檔的彈簧呢 都沒有問題 都是可以太換的 因為我們呢 這個車系下方有附一個 專用的橡皮 可以來轉成直選式的彈簧 那直選式的彈簧它的變化度就多了 不論你要下賽道的 16-18公斤都沒有問題 它的彈簧選擇性會更高 所以下面的橡皮呢 就是給轉成直選彈簧所專用的規則 以上是後面的懸吊系統介紹 那前面的話 我們從這邊 我們從這邊 這個都是M Performance的排氣管 而且這個是Carbon的後下板 輪胎也是很棒的輪胎 這個是PS4S253019 很棒的輪胎 這是PC的鍛造鈴圈 前面的部分 它跟一般的F22呢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先把鏡頭 拉到上座的部分 它的上座的話 是跟一般的M2的規格比較相近 它的固定螺絲是 是多顆 是5顆 上座是有5顆螺絲 那這裡呢 有一個固定孔 這個固定孔 是在固定拉桿 這個設計的話 是從F30 F30的系列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設計 那阻尼的調整呢 前面就比較單純了 前面是把引擎式打開 把這個 等一下會 這個試蓋呢 掀起來之後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 變硬 Niss跟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這個魚眼上座的用途呢 是在調整前輪的COMBO角度 所以這個是配魚眼 魚眼上座 然後魚眼上座的下方呢 我們為了要延長魚眼上座的壽命 所以在魚眼上座的下方 就有做了一個軸承 在這個地方 但是鏡頭在這裡看不太到 所以它的軸承座呢 是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指推軸承 那指推軸承的用意呢 就是減緩魚眼的受力 在轉向的時候 最主要的轉向的力道呢 就從這個彈簧裡面做釋放 所以彈簧在轉的時候 相當的輕盈 因為這裡有用了一顆軸承 而且這顆軸承呢 KT的用料 也都是用日本的用料 很棒的品牌 那裡面的阻尼油 我們所選用的 一樣是意大利 一整桶進口的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或者是耐久性抗摔退度 都非常的不錯 那它的前下座的一些固定的位置呢 因為車油的話呢 本來就已經有改裝了可調式的離載串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也都有附了 但是這個離載串還沒有壞掉 所以我們就一樣是把它鎖回去 這個是原來車油的話就已經有改了可調式的離載串 那這個是應該是艾拔 艾拔的前面的防晴桿 相當的出 原廠其實M240就已經很出了 那有在把它強化 還有下方的話有一個可調式的離載串 這個也是進口的高檔品牌 在這個這裡 這個是改成了魚眼的機構 那這個變成是它的 變成是可調機構 這個機構 這個機構的話 台灣我記得沒有人做 但進口的話 這支是進口的其他的品牌 那這個也改成可調式的機構 那這個的角度的話 是可以從下支幣的地方呢 來微調CAMBER的角度 那這裡的話也有一個 那個AP的多火塞卡鉗 這應該是六火塞的吧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一些這個是ABS感應線 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呢都是仿造原廠位置 但在鏡頭的手指頭這裡呢 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它原來是電控懸吊系統 所以這個電控懸吊系統呢 我們會暫時把它固定住 先暫時把它廢除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腳管的地方 從這裡呢來做調整 我們把這個托盤呢 把它懸鬆 它的長度拉長之後 整體的長度拉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 長度變短 然後把這個鎖緊之後呢 它的側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會比較寬廣一點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並沒有匹配的很高 但是阻尼的話 有特別特別為了M240 來做特別的阻尼 就是這個的彈簧呢 我們配置是8公斤的彈簧 所以這台車的前彈簧公斤數是8公斤 後面的彈簧公斤數是14公斤 來看一下它原廠的一些設備 還有彈簧 來看一下它原廠的一些設備 這台本來就已經有改裝了 這個應該是艾拔的 艾拔的短彈簧 這個是艾拔的短彈簧 那這個是原廠的上座 跟它的一些 它跟一般的F22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在它多了一個電控系統 這個是原廠的上座 那前面的上座 KD我們就已經有改成魚眼上座 所以上座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的 後面的話呢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上座呢 就需要拆下來做沿用 這是後面的部分 這是後面的艾拔 它所針對這台F22的車款呢 所出的短彈簧 像它這裡有一些 ABS感應線 還有離載圈的位置呢 我們做的都是 給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OK 我們已經開始裝輪胎了 那以上是今天F22 M240的 安裝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們呢 有想要失神 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